OdioJungle 台当局4日傍晚发出新闻稿,宣称监局反对大陆使用未经协商的航路,侵入海峡中线一栋区域,威胁台湾空防安全者。该声明还称,台军必定予以拦截,警告与驱离。此外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贺明称,台当局对于相关状况都有完整掌握,也会确保飞航与国防的安全无余。 大陆上午启用M503北上航线及相关衔接航线,至下午一时止,已有7架班机飞行。陆委会主委张晓月3日下午举行记者会,表示,要求陆方立即停止相关飞航行动,并尽速协调双方飞航单位启动沟通。 M503航线是意图,台防务部门傍晚发出新闻稿宣称,大陆未经双方协商下进行启用M503由南向北航路,使用W121、W122、W123航路,往部台海飞航安全。 基于维护台湾国防安全目的,坚决反对大陆使用未经协商的航路,声明还称,台军已加强海、空运行,兼真作为繁琴入海峡中线以东区域,威胁台湾空防安全者。 台军必定一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,予以拦截,警告与驱离,缓缓看了台军的表态,只想说一句,借你一万个胆子试试。 延伸阅读,民航局M503北上航线1月4日启用,将有效缓解流量压力。 中国民航局官网4日宣布,1月4日起,正式启用M503航线北上运行及相关衔接航线。 民航局指出,M503航线,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,设立和启用该航线,是我国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规工作。 M503航线向北运行航班严格言公布航线飞行,南下运行航班,仍维持,原运行方式不变。 2007年,国际民航组织为该航线指定代码M503,航线运行精度,安全性及可靠性,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规范。 2015年3月,M503航线开启南下航线,总体运行安全平稳,部分缓解A470航路拥堵状况。 民航局表示,近年来,海峡西岸空域航班快速增长,延误日趋严重。 启用M503北上航线及相关衔接航线,将有效缓解现有航线流量压力,提升飞行安全水平,提高航班正常性。 民航局并强调,该航线为民航航线,大陆空管部门与台湾方面,会保持技术性沟通,该航线在设计时已经避开金门,马祖往返台湾航线,能够确保飞航安全。 转载请注明来